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在启示录十四章的第六节 这个经文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天使他在高空飞翔 他就宣传说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 就是各邦国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的人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福音要开始传遍 这是最后的一个阶段的 那有两个解释 他可能是指向天使向世人来传讲最后一次的这个信息 要人悔改转向神 也有可能是指向天使协助人一起合作将福音传遍 那无论怎么样第七节 他就说到我们应当要敬畏神把荣耀归给他 因为神的审判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了 我们要应当敬拜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权的那一位 还记得我们前两天我们都谈到的是 有狄基督有假先知 有这个神的审判神的大怒要领到了 那这一次我们看到更清楚的是 有第二位天使呢 他也显现说倾倒了大巴比伦 倾倒了他曾经叫列国 喝他淫乱列怒的酒 那大巴比伦是指向谁呢 等下我们会谈 第九节又有第三位天使 接着他们大声说 如果有人拜授和授相 又在自己的额上或手上说的记号 这是对应第十三章所说的这个666的记号 他说如果有人拜这个授 还有这个授相呢 他又授了这个记号的人呢 他们就必定喝神列怒的酒 那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呢 常常都有提到酒这个词 酒这个词语是在什么时候呢 特别在以撒亚书 他有提到的是神这个列怒的酒 他必定要喝 就是说酒就代表神的审判 神极大的审判 要倾倒在人的身上 这酒是神震怒的被中 唇衣布杂的 为什么说唇衣布杂呢 因为以前古时候的这些希腊人呢 他们喝酒的时候 是会掺上一些水的 那这里要表达唇衣布杂的就是表达神的审判 是完全的 是最终极的 是最大的了 神必定在种天使的羊羔面前 在火于硫磺之中 他要使这些罪恶 这些喝神的 烈怒的酒的这些人呢 受到极大的痛苦 那他们这些人会怎么样 这些没有信靠主的人 他们这些最终仍然拒绝敬拜神 仍然拒绝了侍奉神的这些人 他们就要再被丢到火于硫磺 这就是指向地狱的审判 火于硫磺之地呢 也是让魔鬼 撒旦还有各种邪灵 都被丢入到这个地方 那他们会怎么样呢 第十一节 他们受痛苦的烟 会往上冒 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是描写到 非常可怕的一个叙述 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知道已经是没有机会了 因为到这里的时候 这些人 他们仍然要亵渎神 我们到第十五章十六章 你会看到那个各种碗 七个碗一起倒下来的时候呢 这些人他们都拒绝回应神 他们要继续的去拜 这些偶像 拜兽和兽像 来接受魔鬼撒旦的这个带领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在那个地方 那里的火是永远不灭的 在那里的这个硫磺 就是表达是那个审判 是永永远远 一直烧 烧 圣经这里说 日夜得不到安息 这句话是非常的可怕 历世历代 得罪神 得不到赦免的人 他们从创世以来 都在硫磺之中 那个时候所有的在阴间的人 都一起被抛入到当中 要接受神痛苦的审判 第十二节 在这里 那些遵守神的命令 和耶稣的信仰的圣徒 要由忍耐 我们这里看到神的审判的烈怒 就开始要发作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巴比伦是指向什么呢 巴比伦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旧约的时候 美苏布达米亚的巴比伦呢 就是搭洪水之后 人们建造通天塔的巴别 那其实巴比伦 它是要表达的是一种 骄傲 高举人的政治 军事 经济 文化 宗教文明 是抵挡神的一种文明体系 要建立一个文明呢 它必须要有语言 要有媒介 要有商业 要有文化 政治 而这个是人类最顶尖的 最高级的 最发达的 一个文明体系 那文明体系是 你是包含政治 军事经济 它的各个方面的制度 它各个方面是最优秀的 而且 这也是最骄傲 也是让世人最崇拜的 所以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 就是罗马帝国 因为当时罗马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帝国 对他们来说 罗马是最强大的了 而且罗马也是最败坏的 在当时的罗马帝国是最败坏 最邪恶的一个国家 也是最富裕的一个国家 为什么呢 因为罗马帝国呢 他们是继承了古希腊的文明 艺术建筑 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呢 他们有许多非常宏伟的大型工程 比如说歌剧院 比如说这些斗兽场 人民的这些广场等等呢 都是表达他们在古时候 地中海文明的至高的这个艺术水平 都在罗马帝国来展现 而且当时罗马帝国的疆域 是非常辽阔 是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 有一句话叫条条道路通罗马 就是表达当时的罗马帝国 它的道路是非常通畅无阻的 你基本上在罗马帝国的范围内 你可以用陆路的交通 到处的去或者用水路 所以当时的文明 当时的军事也是非常的强大 因为道路的缘故 因为建造了这个道路 所以他们的罗马军队 可以很快的四处的行动 来进行镇压 争战 他们的经济也是非常的繁荣的 当时的罗马帝国的人 基本上不需要工作 为什么呢 因为你都会有努力帮你工作 那罗马人都在干嘛呢 罗马人就是每天到处的去 捡油啊 交谈等等 那这不是说所有的罗马人 那我们看到他们的文化 也是非常的败坏的 那我看过一个资料 他是谈到十个罗马皇帝 就有九个是双性恋的 这些罗马皇帝都有很多的 同性的情人 那在罗马帝国当中 同性恋是合法化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两千年前的国家 同性恋是合法化的 并且他们有一个公共的喜遇池 这是他们的社交场所 也是他们淫乱的地方 同性之间的淫乱 就在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呢 有小三 有外遇是非常正常的 你想一想 是否很像现在的我们呢 我们所处的世界 是否又再一次的 回到这个体系里面 那我们在启示录的时候 所谈到的是 古时候的巴比伦 就是指向罗马帝国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说到 现在最有可能是 大巴比伦的文明体系 你认为是哪一个国家 或者哪一个文明呢 我的看法是这样 目前为止 我们如果看国际的局势 目前我们看到 整个西方文明世界 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一个文明体系 无论在政治上 在军事上 在经济上 在文化上 几乎是领先 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 都基本上没有办法 来跟西方文明来抗衡 我们常常都说 我们中华民族大复兴 这是中国政府 所推动的一个口号 那我们在海外的华人 我们也盼望 中华民族可以有 抬头的一天 那这个是我们 心里面的盼望 但是我个人认为 文明体系之间的竞争 背后是政治 军事经济文化 宗教文明的竞争 事实上最强大的国家 仍然是西方国家 而且是以美国为首的 这个体系 是非常的强大的 那我们静观其变 那第十三节 这里又提到的是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来 从今以后 那在逐离死去的人 有福了 圣灵说是的 他们脱离自己的劳骨 得享安息了 他们的作为 也随着他们 我又观看 见有一片白云 云上坐着一位 好像人子的 头上戴着金罐 手里拿着锋利的镰刀 另外一个天使 在说话了 从今以后 那在逐离死去的人 有福了 他说从过去到现在 接下来 在逐离死的人 有福了 是的 因为这些人 他们将要脱离自己的劳骨 他们要得享安息的 跟刚才这些受审判的人 他们永远不得安息相比 这些跟随耶稣的人 在主里面死的人 他们的作为也随着他们 代表的是说 神纪念他们在世上的好的行为 神纪念他们在世上 他们爱神爱人的 这个表现 神纪念他们 第十四节 我又观看 就有一片白云 云上坐这位 好像人子的 头上戴着金罐 手里拿着锋利的镰刀 这时候他看到有一位天使 他就拿着锋利的镰刀 就有另外一天使在出现 对那座在云上大声呼唤 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吧 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 地上的庄家已经熟透了 于是那座在云上的向地上 挥动镰刀 地上的庄家就被收割了 那我们看到这一个经文的时候呢 就让我们想到什么呢 我们想到在马太福音13章30节 那里有提到 耶稣谈到收割的含义 要表达耶稣论到末世的大审判 那这里要表达是什么呢 耶稣要表达就是 他要在末日审判的时候 把这些犯罪的败坏的 都捆起来 焚烧 然后要把神的麦子 收到神的唱领 我们再对照回启示录 他这里说的是要推动镰刀 地上的庄家就被收割了 这是第16节 庄家是什么呢 就是指向这个麦子啊 已经成熟了 神要收割了 代表神要救赎他的百姓了 因为这个是成熟的一个时刻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 我们看到麦子 就是这个神的收割 要临到 其实这里要表达就是 我认为是指向 耶稣的最后的救赎 临到所有真实信靠主的人 门徒们有福了 在这个时候 可能象征教会在这个时候被提 神的终极大审判就来临了 我的立场是认为 我们是灾后被提的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相信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帖撒罗尼加前书司长所说的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那时有发令的声音 有天使长的呼声 还有神的号声 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必先复活 然后我们还活着 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 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会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常常同在 那我认为这段经文呢 就是在表达这个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收割开始了 基督徒的天使说 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吧 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 地上的庄家已经熟透了 于是呢 坐在云上的向地上挥动镰刀 地上的庄家就被收割了 我认为这段经文是指向 我们圣徒们得救的时刻到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指向的是庄家 我们在对照耶稣所说的这个收割 这里的收割是指向大审判 最后的时刻 耶稣的门徒被救赎 而这些不信主的人 他们被审判 所以我认为这里就是指向被提的时刻到了 而这个时刻 耶稣他就会从天上降临 我们会在空中与耶稣相会 然后一起回到这个地上 罢审判就开始了